诸葛亮果然名不虚传 其朕是暗藏诸多玄机 军事有何对策 古闻诸葛亮能言善变 请将军唤他出来 让我先骂他一顿 待他的锐气坐下之后 将军再与之交战 好 来人 救命 诺 卫司徒瓦朗 来者可是王司徒 王朗九闻诸下大名 今姓一会 九闻诸下自称知天命识时务 何故兴此无名无义之兵 无奉诺讨讨贼何为无名 天术有变神气耕溢 有德之君替换无德之人 自然之理也 自环林以来 自环林以来黄金苍乱天下争霸 盗费 盗费风起 监雄 监雄 射计有雷软之威 万灵有盗玄之急 我 太祖武皇帝 扫清六合 席卷八方 万民归心 四海仰慕 世祖文帝 应天和人 效法姚 善位于顺 成绩大统 这都是奉天行事 族下是聪明人 又自比管愿 为何 兴辞 逆天之事呢 岂不闻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尽我大魏 代价百万 良将千元 铁蹄可平齐山 刀剑可穿苍蟲 族下 如果真有件事 何不 倒戈卸甲 以礼来详呢 我保你 不识封侯之威 我原以为汉朝元老必有高论 没想到 族下红唇白痴 却说出如此不堪入耳之话 我有一言 三军静听 你 王朗 是受大汉国恩 举孝连入室 要是还有半点良心 就该匡君辅国 除贼心汉 而你 却贪图官位 驻贼串逆 你本该浅身缩手 苟出衣食 夺于暗角鹰勾行鼠妾铲鱼之事 岂敢在队伍面前 枉称天树 好手匹夫 苍然老贼 你 你有何言面对大汉二十四先帝呀 老贼速退 杀你 污我刀 喂 把王子都回踩回来 不必定啊 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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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手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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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帮你